大家好,繼續回到開市錦囊的環節 我身邊的嘉賓仍然是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遠慈先生在旁邊,Harry早安 早安,Janette 先看看恒指開始的表現 恒新指數最新跌150點,昂布20548點 成交金額方面,達到50億 而國企指數暫時跌85點,昂布9659點 過去兩天,成交金額來說,非常淡薄 四百億都不過,希望今天會做好一點 但始終有很多不同因素都纏繞著港股 分別是明天就是期指的結算日 後日來說就是季節 大家來說,都是抱著觀望的態度 而美股方面,昨天真的一般 今天港股應該有什麼分析 我們看看港股周來的成交表現 亦做得不太好 自從QE3推出之後,亦都回落在四百億以下 以看港股現時的情況 看到資金未有一個方向的時候 看到港股亦有一個橫行的格局 看今日的跌勢來說 看到低開了二百多點之後 其實跌幅也慢慢地收窄 技術上分析來說 看到剛剛亦碰到,我們一直都提及 上次裂口上升的頂部 圖裏面的橙色線的地方亦都會看到 看到二萬零五百五十二點 投資者亦都可以先看回 作為一個初步的支持 如果收市時完全跌穿了這個位置 我覺得大有機會補回整個列口 亦都看回二萬零一百點這個位置 如果投資者看回今天的市況來說 明天亦都會期指結算 而本身相關的衍生工具 亦都會進行不同的轉倉活動 我都相信在這兩天 亦都會慢慢地有回方向 好,謝謝Harry 不如跟進一下 就是一眾南籌股開始的表演 見到匯控方面 暫時跌六毫指,報七十三個一毫半 中移動下跌九毫,報八十五個四 中國銀行跌一先 公行跌四先 建行跌一先 港交所跌1.6%,報一百十三個九 收容機地產跌三毫指 長江收入跌九毫 中人香港跌五先 國壽跌三毫半指,跌1.6% 而中海油方面跌一毫二指 中石化跌六先 中國旅業跌六先 而中國海外跌一毫二指 騰訊方面跌超過1% 最新報在二百五十三個四 Harry,一定要看看獅子方面的情況 暫時來說 恆子成份股升得最漂亮一隻 升超過2% 報十三個五毫四 最主要大家都在觀望 稍後來說都會公佈他們的全年業績 新的行政總裁方面 亦都在香港兩相 出席在旺角那間concept store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到 聽起來都頗吸引 但在門口看到 其實人流方面 始終都是一般的 雖然裝修很新穎 但始終都吸引不了人 好,我問一下你 股價上有怎樣分析呢 其實現在這個位置 都算是高位整顧 還有沒有力再升 還有沒有力再升 真的好看今天的業績會是怎樣 現在市場在預估 亦都發佈一個比較好少少的業績 看看施設環球這隻股份的基本因素 其實自從一個本身的增長概念 又或者是一個高息概念的股份 已經消失了之後 其實股價一直都是一層百彩 看回技術的分析來說 你會見到之前的舊CEO 辭職之後 有一個裂口大跌 亦都是在橫行的狀態之後 主席柯清輝也找到 剛才Genex所說的 就是由Sara過來的一個新CEO 看到股價也有一個急升的狀態 投資者現在買回這隻股票 你都會看到 在圖上看到其實都挺波動 作為一隻藍籌來說 我覺得是比較風險高的一隻股份 以看回本身這次的業績 由於基數較為低 我都相信在增長率方面也有在 但是可能要看回不同的存貨 又或者在一些現金流方面 投資者也要留意 究竟會不會是現金流扣減 或者存貨急升的狀態 這些就是在不同的消費股 尤其是服裝股 進行一些改革 或者改變的時候 亦都會出現的問題 而看回新任CEO上場的時候 會不會改變之前的一些改革狀況 這亦都會是一個市場焦點 現階段來說 你見到技術走勢 去到13.5這些位置 我都會覺得是有少少高的 投資者可以先觀望 業績公佈 以及一些未來發展究竟是怎樣 後低買回這隻股票 作為短炒是一個不錯的資選 除了見到獅子會公佈他們的業績之後 其實另一隻是新世界發展 今天來說都做得不錯 網上都有名 行資資產股股來說 正在升至接近1% 去到11.66 今天來說都可以升 不算差 最主要都是大家觀望 就是業績方面的情況 都問問你 你又如何預期 會不會在股價上可以再做好一點 我們見到資金自從QE3推出之後 亦都有一個追逐地產股的狀態 其實推出一些不同的量寬措施 亦都會令到不同的貨幣有貶值的預期 自然對於不但不動產的一些需求 亦都上升 這個預期亦都帶動到不同的地產股去上升 看回新世界地產發展這隻股份 其實你會見到股價表現 亦都有一個急升的情況 看回現階段 去到11.6的這些位置 我就會覺得有少少高 在不同的地產股當中 而本身新世界發展本身 今天亦都會發佈一個業績 究竟不同的數字 究竟何時入帳是一個市場的焦點 見到近來賣得比較好一點的 尊岸8號在沙田那邊的一個項目 其實就未拿到入伙子 而看回也只是賣了七成至八成左右 我相信這個項目還未入帳 看回不同的新世界發展 未來的前景是會好的 見到他們都拿回旺角波鞋街 那方面的一些項目 我自己本身在中線來說 是看好這隻股份 但是你說今次的業績會不會是一個很驚喜的數字 我自己就不會這樣預期 也見到股價抽升了那麼多上去 以本身資金的流向來說 也會見到11.6的位置 如果要買這隻股份的話 不妨留下在10.8或11元以下的位置才能賣入 現好資金本身也在追逐一些比較二線 例如說的是加華國際 又可能是九龍建業 甚至金潮陽這些比較二線的一些地產商 貪圖什麼呢 主要貪圖都是NAV或資產折讓比較大一點 這方面投資者不妨留意一下二線地產股 一線地產股我覺得有點高位 演藝奪來說 二線地產股 暫時來說又可以後面幾石 二線地產股方面 當然我自己覺得穩陣一點 譬如剛才說的加華國際 或者九龍建業金潮陽來說 加華國際反而會比較穩陣一點 見到它之前的項目銷售也做得不錯 去回173這隻股份來說 3.7的位置 投資者可以後低一點 可能在3.6的位置買 以本身的升幅來說 你見到會不會是一個急升的情況 看看股價表現 其實一直都是一個橫行的狀態 以本身由3元升到上來 對比起不同地產股 即是一線地產股來說 我仍然覺得有一個不錯的上升空間 看看目標價來說 如果3.6買回的話 我自己看就大概是4元左右 看看債姐加華國際方面的雙灣消息 昨天來說賣樓賣得非常好 見到豪宅方面 深灣9號說到最後一批 赤價達到2萬2元左右的水平 沒錯 越來越高 真的可以留意 謝謝Harry 我們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不如休息一會 Gina回來 10分鐘後 會開始我們的問答環節 如果有事想問我們 可以打定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繼續傳電話給我們 看看恆指方面的情況 大致下跌162點 報2536點 成交金額64億 而國企指數下跌超過100點 跌101點 報9643點 上升指數方面 暫時下跌2點 報2026點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時間再跟大家見面 好